吃 吃 敢不敢吃 敢吃啊 怎么不敢吃 没有 我不敢吃的 我怕被喷 没事 吃 哎呦 价格还挺贵 狗肉是100一斤 狗炸120 狗脚120 老板这些都是烫火锅的是吧 对对对 烫火锅的 哦 那狗肉来一斤 然后狗炸半斤 狗蹄半斤 烫火锅 烫火锅 狗肉已经上来了 它是一个火锅 一个汤锅的形式 你这边也吃狗肉吗 是啊 全中国到处都吃狗肉啊 像上次去东北也有吃 但是我不敢拍 那边怎么样 东北那边靠近朝鲜那边吃狗肉 然后南边是 那个玉林那边狗肉也出名 贵州是花江狗肉出名 今天我们吃的就是一个花江狗肉 老板说先喝汤 先喝汤啊 对 江苏贝县那边还有一个狗肉也挺出名的 我以前也吃个那个 在下面吃的 泉州啊 先喝汤 让这狗肉再滚一会儿 还不错 狗肉是挺补的 血涵和暖胃 还好 好美 好美 老大不能吃太咸 多放辣椒少放盐 挺香的这个汤 对 还好 狗肉能吃的吗 可以吃 就是给这个辣椒蘸一下是吧 我要蘸一下 这个做的 这是苦肉 多一点点 豆腐肉是吧 加一点点 给我来一点 加一点 加一点 我感觉跟羊肉还是有一点点像 但是有一种咸味 就是闻得出来一种咸味 其实也不是很明显 不知道怎么形容 不错 好吃 好吃 尝一下 这里面我们点了有 果肉 果杂 还有果干 还有果皮 还有果干 对 沾上这个调料 可以可以 可以养个肉很香 是 我还不说 这看起来就是个羊肉 可能口味还是有点辣的哦 好嫩啊 它的狗肉一百一斤 不是生肉 它也是煮过以后 熟的一百一斤 所以煮过以后 它现在再下一次锅 它这个肉就变得更软烂了 你要搅拌一下 哦 这一个是狗肠 它是很多小肠揉在一起结在一起了 所以看上去就是这个样子 我感觉没有什么我不吃的哈 啥子 啥子尝试一下 吃不相反 狗如果经常吃我不敢拍 我常在吃这个蜡蜡 我已经是没接受 啥子尝试 我已经是接受不了 不都让我吃掉了吗 那不是太烤的 有问题 这个是狗蹄 这个筋看上去还不错吧 好吃啊这狗蹄 有点辣 辣椒有点可以啊 有点辣有点烫 不满汤不满汤 狗肉滚山滚 神仙站不吾 还有口卷的吗 这个口卷吗 这不好吃吗 冬天吃的狗肉更好 对 狗肉愈寒 冬天吃狗肉吃羊肉 蛮好吃的 但是说实话价格也是蛮高的 一百一百二一斤 这已经比羊肉要高了 我往汤里面加点辣椒 太辣了我吃不了 这花姜狗肉就是这个火锅的形式 广西那边的狗肉是 很多做成那种脆皮烤肉 有点像卤的 也很好吃 这个是肚 比猪肚好吃 喝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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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吃狗肉怎么样喝酒吧 大口吃了大口喝酒 哇 爽 把汤栽一点点在里面微辣 好吃 很好吃 好香啊 爱狗人士不要喷我 我也是爱狗人士 我也养了狗 吃完肉还有这些野菜 薄荷叶子 是吗 这个薄荷叶跟狗肉一起吃 哇 太香了 喝喝酒 喝喝喝喝 没吃吃 还有一份狗肝 这个是一份三十 这狗肝很嫩很香 狗肝我吃的最好吃的是在 东北吃的 他把那狗炸用来 炸 炸的那种脆脆的 哇 超级下酒 这个也不错 哈喽朋友们 今天的美食分享到这里了 这个花姜狗肉 还是很不错的 兄弟们清点喷 我们下期见 拜拜